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伟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徐一凡 一凡你好 你好委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国拜登政府在不久前出台了力度前所未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 禁止任何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先进芯片出口给中国 被视为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最大的转变 知情人士报道说如今美国正在努力的处理新的出口禁令 带来的意外后果 防止抑制中国芯片行业的新措施 可能会在无意当中损害美国自身的半导体供应链 一凡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美国要扩大向中国出口 现在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的芯片 那短期来看是不是美国对自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那确实是因为这个贸易它本身就是一种互惠多引的一个活动 对吧尤其是国际贸易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你擅长生产这个我擅长生产那个 然后我们就是都以这种最高的效率 然后进行生产进行交换 这就是贸易 贸易它出现本身 不管是人和人之间的贸易 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它本身就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当你去特意的就是去挑战这个市场规律 就特别出台一个禁令 说哪个国家的东西能买 哪个国家的东西你不能卖给它之类的 那一定是短期内是会伤害自身的利益 长期看谁也不知道 那现在看起来如果伤害了全球贸易 那对谁也都没有好处 那具体到这个芯片来说呢 你刚才说在特朗普时期要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然后现在又要限制对中国出口的这个高端芯片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 因为它一个是贸易的事情 一个是技术竞争的范畴 那贸易呢 那特朗普他经过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逻辑 他就是说那为什么每年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 美中之间的贸易都是美国在亏钱 美国是处于一个逆差的状态 那我们要多向中国卖东西 其实他就是有一个账没算过来 就是在以这个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营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大背景下 美国他向中国就是出口就是会少于他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 其实就是但他付出的只是美元而已 但他得出来的是他可以去印的这个钞票 当然这个也是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 但总而言之他是去印出来的这个钞票 但是获得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会让美国的民众切切实实的可以享受到 就是以前是这个质量一般 但是价格很便宜 现在是不仅是价格便宜 质量也很好 而且多种多样的这个中国制造的产品 他这个仗是没有算过来 那现在呢 美国通过芯片法案 前不久通过芯片法案 说是禁止从中国进口这个芯片 这里的芯片呢 它是不属于高端芯片的范畴的 中国现在是作为芯片供应商呢 它就是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很大 但不说是低端芯片吧 它至少就是 就是不属于这个 就是它所能生产的这个能力 像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的 这个高端芯片的生产 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还是没有这个生产能力的 所以美国在出台这个 向中国的出口禁令 就是说禁止某些高端芯片 向中国出口呢 实际上它是从高科技的这个角度 来给中国卡脖子 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美中之间 就是交往非常密切的 这么多年来 中国也从美国获得了很多高科技方面的好处 不管是学习也好 自身发展也好 通过这个切磋所获得的这个灵感和技术转让 所获得的这个 就是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经验也好 设备也好 这个中国它的科技呢 也确实是在这些年里得到了这个长足的发展 那在最后在追上美国前的这最后几步 那现在中美关系不是恶化了吗 对吧 那美国就是说 那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我不要我不要再出口给你了 就是等于是从科技竞争 科技竞争这个角度 就是杜绝 中国去追上美国 成为美国可以和美国匹敌的这个竞争者的可能 那不管是从贸易的角度 还是从高科技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当然从这个美国生产商的角度 就是中国不管是作为美国的这个出口产品的重要的市场也好 还是美国的某些这个 某些商业的这个供应商也好 某些这种商家某些企业的这个供应商也好 不管是作为市场还是供应端 那一旦把这个道路给切断 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实在是太密切了 不管是一般产品的贸易还是高科技的贸易 那从这里活生生的把它切断呢 那一定会让美国要么就是某些像这种 不那么高端的新链这方面供应不足 可能美国自身的企业有不足 那和美国是贸易伴的这个非中国的企业 比如说日本的企业呀 韩国的企业呀 它可能也会有一个供应不足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现象出现 那从出口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中国作为一个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那你禁止向中国出口了 那从经济和利益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如果不从高科技竞争的角度来说呢 那它的利益也是一定会受到损害的 从利润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定会受到损害的 所以你说的对 就是至少短期内在这个美国 因为它没有一个国家的产业 它链是完全是完整的嘛 它总是需要贸易从别的国家来获得一些货物 来获得这个上游或者下游的产品 那美国它作为身上最强大的国家 它的产业链是相对是比较完整的了 但是那个它当然还不是最完整的 它如果和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 然后进行这种互通有无的话 它会就是效率更高 会获得更多的利润 那你把这个切断了 那在建立起更完整的产业链之前 在这个就是比如说中国提供的某种产品 或者是某种矿产 美国在开采更多或者在生产更多之前 它是利益是一定会受到损害的 至于长期会不会受到损害 比如说中国的稀土对吧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稀土的供应国 那美国它将来能不能开采出稀土 这很难讲 因为矿产的这个分布 它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 就是生产你可能还可以有转型 还可以有厂家的这种建立 但是像矿产这种东西 美国将来它能开采出来吗 这很难说 也许所有的某种稀土矿 它真的是绝大部分只埋藏在 这个中国的国土之下呢 对吧 这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但是也说明问题对吧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未来长期的这个利益 会不会受到损害呢 也是就是也是一个问号吧 就是或者就是说 它可能想伤害中国 作为这个竞争对手 作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它想伤害的更多 那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还是伤敌八百就损一千 那这还要往后看 那美国的各种经济学家呀 学者呀 可能也是在进行一些计算和研究吧 白宫在10月12号推出了一项 拖延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 该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 同时再次强调与盟友合作 来共同应对民主国家 所面临挑战的重要性 一凡你怎么看待这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份国家安全战略的像你来说 它是拖延已久 为什么会拖延已久呢 主要是因为乌克兰危机 就是有个恶务冲突 因为这个战争会有很多新形式的变化 那就要有许多新的评估 新的分析 所以这份国家安全战略 它就出台晚一些 然后这份文件呢 它有48页 然后呢 它并没有包括就是这个乌克兰危机 就虽然因为这个而推迟 但是呢它时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来得及 所以没有这种思维和逻辑的重大转变 也没有给这个拜登的外交政策 引入任何重大的新准则 就是在有这个恶务战争的情况下 和没有恶务战争的情况下 一些准则可能会有变更 或者有新准则的产生 但目前是没有 但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呢 它主要是强调了白宫的一个观点 就是美国的领导作用是 刻薄气候变化和威权政权崛起 美国是把俄罗斯啊 中国呀朝鲜这样是看着威权政权 就是说美国的领导作用呢 是克服除了气候变化以外 还有这个威权政权崛起 这些全球威胁的一些关键 在这个安全战略里面呢 这个拜登政府就强调 我们会优先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 而且约束人极其危险的俄罗斯 然后呢对此呢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有一个说明 说中国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后呢这份国家安全战略还概述了 美国将如何推进切身利益 并且追求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这个世界 这个沙利文啊 他对这个中国强调了很多 就像这个国家安全战略 对中国的强调也很多 他说中国他的这个意图呢 意图呢就是持有这种威权的意图 而且能力会越来越大 要重塑国际秩序 使国际竞争环境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倾斜 然后呢美国呢 仍在致力于负责任的管控 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 美国的说法呢是在管控美中两国的竞争 他是在负责任的进行管控 但中国的说法呢 就是中国一直是好意的想和美国 这种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可是呢却美国呢 却是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可见这个美中之间的矛盾呢 也是就是越来越激烈了 就是在这种方面的这种争斗 包括口水战方面也是越来越激烈 就是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 你要让美中关系就是有所缓和 或者是有所改善 确实是很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还有呢 就是沙利文在在介绍这份文件的时候呢 还重申了这个拜登总统本周早些时候的提论 就是因为上周这个欧佩克加就是这个 产油国联盟的这些国家 他们不顾美国的反对 来宣布削减石油生产目标 这里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会造成的后果就是会让这个美国本来刚刚平下来一些的这个油价 可能又会达到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程度 那这件事情呢也是就是非常糟糕的 中期选举两党都非常看重的中期选举只有这么两三周的时间了 这个美国的劳工部刚刚公布了这个新的通胀数据 那CPI呢 9月份最新的这个数据还是居高不下 还是到8.2% 虽然最高的时候是9.1% 比较而言8.2% 这个年度的这个增长率已经算是低的了 但其实它还是保持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比上个月是增加了大概0.4%吧 然后美联储已经进行加息加的这么猛了 暴力加息啊 很多媒体都说 结果现在还是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好像是没有用 或者至少呢 它是作用滞后 现在这个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通口普当是非常的厉害 那刚刚我们又提到油价的这个事情 所以综合这一切呢 对拜登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就是因为眼看就要投票了嘛 然后这个拜登也好 这个民主党也好 他属于这个执政党 就是现任总统 那对于这个投票结果 会有非常这个严重的影响 就是民众会觉得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成本的危机 这个油价的这个高 食品的这个房租的这个高企 都是和你们这个执政不利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但跟他们执政不利 肯定也确实是有关系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拜登他们也是很愿意 就是把这些危机给转嫁到和外国的这个矛盾上去 那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我们也可以看出呢 中国就是美国转移这个矛盾 当然本身也有矛盾哈 但是呢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这么严重 经济问题这么严重 那正好把这个矛盾在引向中国 引向美国和中国 引向美国和俄罗斯 也是对于拜登他们来说 对于民主党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 也是尽量的保持自己在选举里面的这个优势也好 或者不那么差 劣势不那么劣也好的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了 很多媒体呢就是说 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 是一个抗中的国家安全战略 但是中国真的会威胁到美国吗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图 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身也是中国自己提出来的 但是这个崛起的意图 是去融入现在这个国家秩序 还是重复这个国家秩序 甚至像美国担心的一样 去让美国二战以后为首建立的 领导建立的这个国家秩序 去毁掉或者是完全像沙利文说的 朝着这个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呢 这确实就是一直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 是两国争论的一个内容 那作为中国来说呢 一直是强调是一个和平决策 就是中国的历史上 它根本就没有好战的这个基因 根本就是就是一直是希望能够提供 这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然后去做全球的这个公益 然后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呢 去为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啊 等等去输出一些利益 或者说是互惠共赢 但美国一直不这样认为 美国一直觉得 就是哪怕中国的所谓的援助和投资啊 在美国看来都是你们是在输出你们的价值观 然后呢可能是让别的国家更依赖于你们 然后就是最终还是要符合你们自己的利益 然后中国呢它还是想在这个 国际秩序当中有个主导的这个作用 所以呢就是美中之间是完全是 就是一个争论的这个状况 那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是倾向于就是中国至少 它现在是没有那么强的侵略性吧 就是不像美国所说 因为美国确实它在很多方面 它说的是是会有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一些夸张和一种 就是作为一个守城大国 本来是一样最发达的国家 现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渐渐赶上来了 它是心里是有一些潜在的恐惧在 然后国内的政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它也有转嫁危机的这个想法 所以它会有一点把中国妖魔化的这个意思 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呢 就是美国它就是就作为一个守城大国吧 它就是希望能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 然后非常怕别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它的意图是取而代之 怎么说呢 就是从人心人性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它的这个担忧也是有它的逻辑 有它的合理性在 所以呢 就是这本来就是中美之间 就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囚徒困境吧 你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人的意图 你怎么知道他人的意图是什么呢 对吧 我说我是好意 那你就一定相信我是好意吗 那你说你是好意 我就真的觉得你一定不会害我吗 所以这个就是 确实就是很难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从美国角度来说呢 就是俄罗斯它确实是极其危险的 对吧 它现在就是进入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采取这个军事行动 当然是危险的 那中国没有采取 没有对任何国家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 甚至也没有采取过这样的军事行动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它当然是很恐惧 因为不管从科技 从经济 各种实力角度来说 中国它和美国的差距 和俄罗斯和美国的差距比 那真的是没有那么大 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 美国还是超过中国很多 但是在很多方面 两者的差距已经缩小了 甚至有些方面 中国是反超美国的 是有这些方面和这些领域的 所以那你有这个意图是一方面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美国也会考虑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担忧呢 也是会体现在 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 那这当然中间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撤皮 对吧 那美国说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不怀好意 中国说你这是以小人之心 在夺君子之父 你以前做过做过什么事情 但中国其实现在 并不打算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这个争论还将长期的持续下去吧 最近呢 一名美国的经济学家说 美国炸毁了 北溪一号和二号天然气管道的消息 在网络上 现在是疯狂的传播 伊凡你怎么看待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呢 我没有办法判断这条关系 就是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我只能说 它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小道消息去传播 但是从逻辑上来进行分析呢 如果这个管道真的是美国炸毁的话 可能是最符合我们常理推断的一种 这么一种 一种调查的这种结果吧 但是真正的调查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嘛 所以我们谁都不知道争议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像欧洲去炸毁 这不太可能对吧 欧洲它自己本身就能源危机这么严重 然后它未来这个马上冬天要到来了 怎么过对吧 这个供暖的问题 这真的是能源危机是非常严重的 完全就是危害民众的切身利益了 也危害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了 那所以不太可能是欧洲 那俄罗斯呢 它是有阀门的 它这个阀门它可以关上的 所以它真的要去炸毁嘛 这也很奇怪 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厂里推断的话呢 如果炸毁的话呢 就是对于切断这个欧洲 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 把欧洲的这个能源依赖 转移到美国自身的身上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那确实是更合理一些 更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 而且炸毁了这个能源管道 它并不会伤害美国现在的利益 对吧 美国非常希望石油这个生产的联盟国家 那沙特阿拉伯 他们能提高 提高这个石油的产量 但是对于这个这个北溪一号二号这个天然气的管道呢 跟美国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所以美国的能源虽然也有问题 但是炸毁这个管道并不会加剧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些常理推断呢 不管是利益最大 还是这个 呃 损失最小 那确实美国炸毁是有可能的 但这只能作为小道消息 只能是猜测 我是一个普通人 你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聊起来这件事情是猜测 那你说美国的经济学家 他他分析得出了这个消息 那他也 他确实有 有他的这个根据在 他有他 他是经过分析的 那还是只能是猜测 那真正能说明问题的 只能是调查结果 所以调查结果在还没有出来之前的 这些消息都属于小道消息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呢 在出席10月13号的 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之前 重申美国对北约的 集体防御的承诺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 多个战线失利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决定增加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除了颁布动员令之外 俄军呢 也向乌克兰发动了导弹攻击 吞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 并且威胁为了保卫这些地方 说可能会动用到核武器 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奥斯丁 他现在不断的在强调说 对北约集体防御的承诺呢 因为这个 因为他对 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 如果真的展开核攻击的话 那这就是几乎是 对于这个人类社会 就是国际体系到现在这个规则 是一个极大的就是破坏嘛 所以呢 这几乎肯定会引起 许多盟国的实质性回应 对吧 那大家都会担心这是男权 你今天对乌克兰实施核攻击 那明天会不会对我们实施核攻击 对吧 那这些盟国一时是核攻击 那基本上就是世界大战爆发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北约肯定也会有相同的回应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国防部长 他会誓言要捍卫 北约的每一村土地 美国的官员说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 重新检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也就是欧派克和非油盟产油国组成的欧派克家 无视美国的呼吁增加油供的这个呼吁啊 那么在上周呢 宣布大幅的减产 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汽油的价格高涨 给拜登所处的民主党 在11月的中期选举的选情 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凡拜登想检讨的是什么呢 是美国应该给沙特更多的好处来拉拢他呢 还是说美国应该检讨 他和沙特的关系在实际上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他是和沙特的关系 在实际上没有那么好 是一个已经得知的事实吧 但是我觉得检讨这两个方面 就是去拉拢他 还是就是就觉得没有这么好 然后以后可能会跟他 对他更加严厉 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要紧 要紧的是就是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吗 就是不管是拉拢他也好 还是威胁他也好 主要奏效 那就对于拜登他们来说就是好办法 你也说了 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好多 就是这个油的 就是他们减产的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会让已经回落的这个油价 它又升上去 那对于这个拜登民主党 他们中期的这个选情呢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负面影响 那那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拜登他们需要的就是在这几周之内 这个影响没有那么明显 至少在这几周之内没有这么明显 但其实中期选举过后 还有2024年大选 就是这个和通胀的这个作斗争呢 它也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那根据最新发布的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布的这个世界经济展望呢 就是前两天刚刚发布的 这个通胀率呢 今年会达到峰值 明年和后年 2023年和2024年 会有比较显著的下降 但是这对拜登他们来说 其实也不能算完全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中期选举已经选过了呀 那时候 所以对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就是希望在短期内 至少是做出一些姿态 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平衡这个 如果油价真的压不下来 那至少表明我们在努力的压 所以他下令检讨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呢 从哪个方面检讨并不重要 我们作为这个一般的民众呢 也无从得知 但是至少他做出了这个姿态 是我们大家都看见的 好的谢谢一盘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好的谢谢我也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非常惨